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以后会有时间悔改 这么多人被欺骗 他们相信他们有的是时间 他们专注于这个世界的事情 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上帝 我今天恳求你不要再受骗了 不要生活在这种虚假的安全感中 你没有时间了 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知道这是真的 你知道这是真理 那你为什么不活得好像主耶稣的福音是真的一样呢 有一位牧师说 这个时代有许多无神论的基督徒 他们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却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 为什么你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不像福音信息是真的呢 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并没有肯定你现在犯罪的生活方式 那你为什么要过那样的生活呢 有一个谎言 一个席卷基督徒教会的谎言 那谎言就是 你可以以任何方式随心所欲的生活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为人处事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你想做的 那是一个被地狱激活的谎言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 请你醒来 并开始认真对待神的诫命 醒来 醒来 醒醒吧 诫命说不可偷盗 你为什么要偷窃呢 诫命说不可奸淫 要逃避淫乱和幸福道德 你为什么挑逗那个女人呢 你并没有结婚的意向 你只想满足你肉体的欲望 你为什么要勾引她呢 或风华正茂的你和已婚男人偷偷发展婚外情 为什么呢 奸淫和通奸行为正在摧毁你 逃离淫乱 放过那个女人吧 放过那个男人吧 你为什么要和一个跟你没有结婚念头的男人陷入淫乱呢 你为什么要和那个有家庭孩子的男人发展婚外情呢 你为什么偷窃他人的丈夫与父亲呢 为什么要陷入通奸呢 如果他想娶你 他会等 你把你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男人 那个男人 然后是这个 那个男人 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 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 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你而死 为了你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偿还你的罪债 你却总是把不在乎你的人 放在上帝之上 醒来 醒来吧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使你所有的罪被赦免 与神恢复关系 但十字架有一个代价 上帝的独生子被牺牲 以使罪人可以获得永生的生命 拒绝福音就是拒绝耶稣 拒绝生命 今天给你的信息有两点 一个是邀请你和耶稣基督建立永恒的关系 第二点是警告所有认为明天是有保障的任何人 醒来 醒来吧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至七节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那么人该如何寻求主呢 首先要呼求主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负上责任 他是唯一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你不能让你的父母或牧师为你做这件事 在审判日当天 我们所有人将一个一个为世上的生活被审查 你的审判日接近了 你将站在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面前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阿尔法和欧米切 你将会站在他面前 那圣洁的 伟大的 纯洁的主面前 你必须为你个人做的事做交代 你必须独自交代一切事上的行为 你的妻子 丈夫和你的牧师都不会在 他们可以指导你 但你和耶稣基督之间的事将由你自己决定 这意味着你必须呼求主 你必须亲自这么做 没有人能够靠关系去到天堂里 也没有人会偶然来到天堂 那里的每个人都曾经自己有意地决定追随主 你将会独自站在那里面对审判 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救恩 而与主耶稣 基督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问你 你真的认识什么 你有没有呼求他呢 不要再等待 你的时日不多了 今天就立刻挪出时间与上帝谈谈 那是只有你和上帝 那之高无上 那爱你的上帝共度的时光 和他恢复关系 和他建立关系 环顾你的生活 把你的房子整理好 让你的生活井然有序 你没有时间了 如果这一刻 这一秒你就要踏入永恒 你知道你将往何处去吗 你做好准备了吗 你是绝对确定吗 你确定吗 你确定你知道 你将往哪里去吗 你确定吗 圣经已经告诫我们 当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这是圣经中最伟大的警告之一 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 当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这句来自先知以赛亚的话 告诉我们说 在人类历史生活中 将有一个时间点 上帝将不会被你发现 在你生命中总有一天 到那天你找也找不到上帝了 今天是寻求上帝的时候 现在是寻求上帝的时候 醒来 醒醒吧 寻求主就是殷勤地追求他 挪出时间和他共度时光 努力追求有关神的事 竭力学习他的话语 而最重要的是 寻求主意味着悔改你的行为 这很简单 就是意味着 放手任何上帝不喜悦的事 全然放手 这不是建议 而是每个人绝对必须要做的事情 如果要回到主那里 你是否还紧抓着一个隐秘不为人知的罪呢 或许你已经和那个罪一起生活了多年 你已经习惯了它 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罪值得吗 值得为了那个罪错过我们的主吗 值得为了它错过了天堂吗 值得为了它失去永恒的生命吗 我的朋友 趁耶和华还可寻的时候寻求他 我的朋友 天堂的大门已经打开 你可以寻求神 在旧约时代 一年一次 只有大祭司可以独自进入至圣所 但在西约的日子 每个信徒都是祭司 我们不只能进入至圣所 我们还可能住在至圣所 我们可以找到神 有一个古老的教会流行语 如果你不能很快悔改 可能很快就为时已晚 醒醒 醒醒吧 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 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你今天所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财富 成功 教会还是家人 没有保障说明天你 依然拥有这一切 好消息是 耶稣给你机会 现在就跟随他 今天就相信他 不要耽误了 如果你在搜索引擎中输入 如何获得成功 你将获得数百万个结果 关于成功的主题 什么是成功 以及如何实现他 已经写了成对的书 这个话题如此受欢迎 因为很多人都在寻找 摆脱困境的方法 但即使有关于成功的 各式各类建议如此多 而且还有完整的步骤 与方法 许多人的生活 还是充满了问题 通常是因为 他们自己的决定 为什么呢 人们当然不会梦想着要失败 没有人坐着思考或集思广益 我怎样才能更不成功的 不是吗 但它的确发生了 不成功的人 失败的人 似乎比成功的人少很多 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许多所谓的成功大师 会告诉你八十 二十原则 他们说 世界上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算是成功的 其他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是平庸 没什么成就 甚至是失败的 而为了成为这百分之二十的人 许多人想尽办法 筋疲力竭 然而还是没有成功 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如何预防呢 我们怎样才能成功呢 让我们来探索成功的一个障碍 并了解我们如何克服它 当约西亚王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去世时 由大国逐渐陷入政治和灵性上的混乱 约西亚是一位公义的国王 他带领国家 重新现身于上帝和他的诫命 在他统治期间 寺庙清除了一郊崇拜的物品 摧毁了拜偶像的丘陵 重新设立了逾越节 并从这片土地上 清除了灵媒和女巫 他是犹大最后一位好国王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二十五节 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进心 尽兴 尽力地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 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 但在他死后 人们又回到了罪恶的道路上 偶像回来了 祭司们又陷入了一郊的教义中 人们受到迫害 上帝的安息日被亵渎 毫无疑问 犹大国即将面临毁灭 当时犹大的先知耶利米 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衰落轨迹 知道他正在走向堕落 在上帝的启示下 耶利米哀叹人们想靠自己成功的生活 他哀叹说 耶和华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 注意耶利米说 我晓得 他不是说 我想 他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 他知道他们偶尔服从 和经常不服从的潮起潮落 他知道囚禁迫在眉睫 但事实是 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 不是只适合 两千六百年前的犹大人们 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这句经文适合全人类 适合所有时代的人 历史见证的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 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上的反复上演 这节经文的教训是 当人类自行其事 或过一种自我导向的生活方式时 总是无法带来持久的和平 繁荣和成功 自我导向的生活方式 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 和感受过生活 拒绝和忽视上帝 和他话语的引导和智慧 真言十四章十二节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我们总是做看似正确的事情 容易的事情 符合人之常理与道理的事 自然而然 顺其自然的事情 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依靠自己来寻找答案 我们一心想要自己直面问题和挑战 在没有神的引导和指引的情况下 以自己的方式行事 我们以这样的方式 间接地告诉了上帝 我的事不要你管 今天的人类与2600年前 甚至更早之前 有什么不同吗 在上帝最终允许他们 被巴比伦人摧毁之前 犹大人有很多机会悔改 耶利米不断敦促他们悔改 这将使他们免于背露 但国王 祭司和人民 拒绝听从他的话 上帝通过耶利米说话 恳求百姓 耶利米书四章一节 耶和华说 以色列阿 你若回来归向我 若从我眼前 除掉你可曾的偶像 你就不被迁移 神在意思向百姓保证 耶利米书十八章七至八节 我何时论到一帮 或一国说 要拔出 拆毁 毁坏 我所说的那一帮 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 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 降与他们 如果犹大人停止 自我导向 悔改归向上帝 上帝应许 他会保护和拯救他们 但人们没有感谢 上帝的怜悯和顺服 而是选择了顽固和挑衅 他们的反应是 人性的特征 他们认为 那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 他们将按照 他们自己的计划走 他们要随心所欲 耶利米书十八章十二节 他们却说 这是枉然 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 个人随自己玩梗的恶心做事 他们选择无视上帝提供的保护和拯救 而是做自己的事情 换句话说 他们坚持过着自我导向的生活 约西亚王死后 犹大成为巴比伦帝国的附庸国 对于一个民族主义的民族来说 这是一种束缚的枷锁 他们想要出走 而国王们也试图实现这愿景 公元前601年 尼布贾尼撒入侵埃及失败 损失惨重 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 导致了包括犹大国在内的周边诸侯国之间的起义 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 看到机会来了 并反抗尼布贾尼撒 这是耶利米所警告的 他自主决定的结果 是巴比伦再次入侵犹大 使他最终在那里丧生 实现了耶利米的预言 耶利米书22章18-19节 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 约雅竟如此说 人必不为他举哀 说哀哉 我的哥哥 或说哀哉 我的姐姐 也不为他举哀 说哀哉 我的主 或说哀哉 我主的荣华 他被埋葬 好像埋驴一样 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 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 西底加王也受到自我导向灵的影响 随着耶路撒冷继续衰弱 巴比伦入侵的威胁越来越大 每个国王都向自己寻求拯救 每个国王都期望凭自己的力量 可以拯救自己 一直以来 耶利米对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 他继续警告人们 如果他们不悔改 这座城市就会化为灰烬 但是西底加决定依靠他内院的建议 来寻求替代方案 他们的解决方案 是与埃及结盟 并结合他们的力量 试图摆脱尼布贾尼撒的枷锁 但作为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西底加也向耶利米征求意见 耶利米反对西底加的计划 并告诉他 若投降巴比伦的众首领 他将避免死亡 城必不被烧毁 耶利米书38章17节 耶利米对西底加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 你的命就必存活 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 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 第十九节 西底加王对耶利米说 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尤大人 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戏弄我 在这里 耶利米准确地告诉了西底加 他需要做的事情 但西底加害怕被视为懦夫 害怕成为笑柄或更糟 西底加无视耶利米后 秘密与埃及结盟 公开反抗巴比伦人 那结果当然是我们熟悉的 耶利米关于城市毁灭的预言应验了 人们被屠杀 建筑物被烧毁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 西底加试图逃跑 在被俘虏并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之前 他一直走到耶利哥平原 在那里 巴比伦人杀死了西底加的儿子 然后挖出西底加的眼镜 用锁链把他拖到巴比伦 尽管这些国王们 用自己以为可行的方法 试图拯救自己 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 约亚靖和西底加 是否希望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结束呢 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的计划 会导致死亡与国家的灭亡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每个时代的人 无论哪个种族 哪个国家 坚持过一种远离上帝的 自我导向的生活方式 是失败的秘诀 而不是成功的秘诀 约亚靖和西底加 相信自己的建议 策略和计划 结果适得其反 这些例子都证实了 上帝通过耶利米所说的话 耶利米书十七章五节 耶和华如此说 倚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和华的 那人有祸了 我们依靠自我导向的方法 因为这些方法吸引我们的感官 因为他们看起来 听起来很好 或使我们感觉良好 在西底加的情况下 他拒绝看到上帝给他的保护 他选择只看埃及军队能提供的东西 也就是人数 武器 战车等等 不用说 他的身体感觉让他失望了 他错了 而且就像西底加一样 我们也可能掉进同样的沟里 那么 你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好消息是还有另一种方式 一种替代自主生活的方式 有一种根据上帝的旨意和时间 保证可以成功的方式 那就是顺服的生活 这是一种臣服于上帝和他的指导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上帝导向的生活 因为上帝的方式经常与人类的推理 常理与道理相矛盾 所以我们会认为很难相信他 并按照他告诉我们的去做 由于遵循上帝的方式 好处并不总是立即可见 因此 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自己去控制方向盘 但这实际上是对上帝说 上帝呀 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件事吧 屈服于上帝的生命 不是取决于我们五官的感受 不是听起来 看起来感觉起来良好 屈服的生命需要的是信心 然而上帝知道正确的道路这一事实 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他给了我们一本人生的指导手册 就是上帝的话语 他的话语向我们揭示了正确的道路 成功的方向 他通过他的诫命 他的指示和他的话语来阐明 哪一条是我们通往成功的道路 问题不一定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问题是我们会让他指引我们吗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 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 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 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 高过你们的意念 还有谁比上帝自己是更好的顾问呢 当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时 意味着我们承认上帝有更好的装备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和引领我们的脚步 所以 亲爱的朋友 你要避免过着自我导向的生活方式 阅读圣经 寻求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忠告 然后让真言三章六节 成为你生活的写照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它 它必指引你的路 记得寻求过一种顺服 或受上帝指引的生活 是迈向真正成功生活的第一步 如果你在聆听或观看这视频 那表明你对金钱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实在太好了 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一代中 大多数人对金钱这话题不感兴趣 所以仅仅是你聆听这话题 你就做了一件很棒的事 我鼓励你继续寻求金钱 金钱是我们走上公义的道路 它是信徒树立金钱的标准 并按照这些标准生活 真正的信徒将结出某些金钱的果子 使他们可以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他们的行为不像世界上的其他人 他们在世界上 但他们不属于世界 因为他们展示了金钱人的生活方式 一个金钱的人可以在他们的行为中展示出来 他们说的话 做的事及他们如何过生活 都可以展现他们金钱的态度 什么是金钱的人 怎么做才能成为金钱的人呢 实际上对我来说 这个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 多年来发生了变化 在我成长及更年轻的时候 这个概念会简单 教会的牧师是一个金钱的人 总是在教堂看到的是金钱的人 那些在教会里担任长老或理事的是金钱的人 每次饭钱祷告的人 甚至是主日学老师 我都把他们归类为金钱的人 当然 我现在的想法与我当时的想法有明显的不同 现在我意识到许多教会长老也会有不当行为 有些传道者将他们的会众视为一群无知的人 有些牧师是优秀的神学家 但不是很有同情心的人 有些传道人显然根本就不应该被案例 因为他们出于错误的原因从事传道工作 有的活跃在教会里的人 也同时在暗地里背叛 撒谎 说闲话 甚至有相当多圣经知识很多的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金钱的人 在当今的社会 金钱的人被认为是奇怪的 因为今天的文化不鼓励圣洁的生活 好了 那么什么是金钱的人呢 怎么做才能成为金钱的人呢 今天 我不是要给你一个该做和不该做的清单 或如何成为金钱的人的十个步骤 但我要和你分享 金钱的人避免的一些世俗及罪恶的习惯 让我们看看他们会避免做的其中三件事 第一 自私 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自私 婚姻中其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自私 我的感觉排第一位 我的感觉最重要 我优先考虑自己的感觉或欲望 我的享乐最重要 我要自我保护 事实是 自私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自私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 所有的罪恶源于自私 所有的罪恶源于你选择屈服于你的欲望 在那一刻你觉得这么做能够满足你 这也可以称为自我主义 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倾向 深深植根于所有人的心中 所有的自我主义都是人们过度自负 或过度专注在自己身上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被我们的人性倾向所困 自私导致犯罪 你难道没有看到这世界是如何往后退吗 你看 人们越来越自私 我有权这样做 我有权那样做 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我有权主宰 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优先考虑自己 这是一个悲惨的生活方式 自私会孤立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自私的人 围绕在爱他们的人当中 人们能够忍受你的自私只有一段时间 敬前的人不会自私 他们避免自私 因为自私会把他们带入最终 让我举几个实际的例子 自私把你置于一切的中心 让你相信只有你的感受和欲望才重要 已婚男人或女人会陷入通奸 是因为自私 他们的欲望和诱惑比上帝的话语更重要 通奸是自私的行为 他们的欲望比家庭的和谐更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父母更爱自己 胜于爱孩子的时代 我鼓励你不要陷入爱自己的漩涡中 而要爱上你的孩子 爱上你的家人 把家人的利益置于最恶的欲望之上 另外一个例子 为了使他们变得富有 或为了获得某些东西 甚至为了报复 有一些自私的人参与了诸如巫术 或邪术之类的事情中 无私是敬前人的最棒的品质之一 这是因为人类的救赎始于无私的基础 基督是无私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了救赎人类 而献出了生命 上帝是无私牺牲的 因此每个上帝的子民都应该是无私的 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上帝的爱是如此无私 以至于他为拯救人类 而牺牲了他唯一的儿子 如果敬前意味着 与上帝表现出相同的品格 那么在上帝身上 你是找不到自私的 上帝真正的孩子 可以为了他人的好处 可以为了讨上帝喜悦 而放弃自己的享乐与罪恶 如果你发现一个不照顾妻子和孩子的丈夫 不管他在教会中的地位如何 都不敬前 圣经告诉我们 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敬前的男人或女人将上帝放在首位 敬前的男人或女人 把顺服上帝的话语放在首位 敬前的男人或女人 背起他们的十字架 一个敬前的人 过着无私的生活 令我惊讶的是圣经说 自私与末日的迹象有关 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至两节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傍独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你可以在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中看到 我们看到社交媒体里 许多人都如此自恋 专顾自己的人做事 经常是为了他们最大的舒适和利益 他们不会为了上帝的事 牺牲自己的享乐 他们宁愿选择这个世界的快乐 也不愿忍受当代的轻微苦难 以继承等待我们的永恒荣耀 自私引导人们犯罪 没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可以取悦上帝 但一个敬前的人 会承担别人的负担 他们可以为主内的兄弟姐妹 忍受不变 第二 说谎 敬前的人避免的第二件事是说谎 说谎是如此容易犯的罪 你不用付出什么努力 就可以轻易犯上这种罪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样一个事实 挤敬前的人 不会与撒旦共享相同的属性 而是拥有或希望 拥有和上帝一样的品格 耶稣将法利塞人称为魔鬼之子 并说到他们有魔鬼的特征 魔鬼从一开始 就是杀人犯和说谎者 让我们追溯到 魔鬼对亚当和夏娃的撒谎 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 十七节告诉亚当 如果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他会死 但魔鬼撒谎说他不会死 魔鬼撒谎 致使亚当和夏娃进入灵性死亡 请思考一下 敬虔的人能够继续生活在 导致人类堕落的谎言中吗 如果说谎是你习惯的事 那你不能说你是敬虔的人 敬虔的人避免说谎 他们避免过这种充满谎言的生活 他们避免过着双重生活 虔诚的人过着正直的生活 你不能过着不正直的生活 没有诚信的生活 然后声称自己是敬虔的人 即使在你的工作场所中 你也必须被认定为一个诚信的人 撒谎的人等同把自己成为了魔鬼的孩子 没有一个敬虔的人会表现出 这种为神所憎恶的品格 箴言六章十六至十七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言 撒谎的舌由无辜人写的手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恨恶并会亲自惩罚撒谎的舌头 许多人认为说谎是微不足道的罪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个撒谎的舌头能够杀死一个人 能够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敬虔的人将会避免说谎 因为说谎就是等同把自己变成魔鬼的孩子 第三 卑鄙刻薄 敬虔的人要避免的第三件事是卑鄙刻薄 卑鄙刻薄包括了对他人冷酷无情 刻意地造成伤害或行事为人 不考虑到他人 敬虔的人不是卑鄙刻薄的人 而是善良 有爱心和富有同情心的人 你会惊讶于有这么多基督徒 没有同情心 没有善良的心 没有关心 只有刻薄 刻薄 卑鄙 卑鄙 教会应该是成为最善良的人聚集的地方 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 帮助别人摆脱困境 敬虔的人不会有这些品格 他们是有爱心与怜悯之心的人 敬虔的人不自私 他们愿意帮助他人摆脱困境 敬虔的人不说人闲话 敬虔的人不像响尾蛇般狡猾 敬虔的人拥有圣灵的果子 反映了良善 关爱与顾及他人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说我们应该成为世界的光 这样人们才能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并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一个敬虔的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好行为 一个敬虔的人通过他们的行为 和与周围人的关系带给上帝荣耀 敬虔的人不会自以为是 或试图声称自己比别人更重要 他们是谦卑的人 虽然他们不妥协对上帝的信心 但他们像基督一样 欢迎他人及和善待人 耶稣与政客和税收官交往 甚至在不受他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下 拯救了一些人 敬虔的人不会因为对上帝的知识 而看清他人 不会只是表现宗教的行为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在这充满罪恶与诱惑的世界 致力于做个敬虔生活的人 欢迎你分享你的观点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我们频道 并考虑赞助这事工 你是有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谢谢 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常伴你左右 请不吝点赞助